再下來我們要正式上今天所要上的正課 所有課程裡面在今天這個基礎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說打坐的三要件 第一個當然我們知道是打坐的姿勢 我們是用七支做法 那什麼叫七支做法呢 就是我們身體有七個主要的部位 我們要去把它弄得正確 這樣以後打坐起來才會進步很快 那就是七支做法 第二個是呼吸的方法 你說我們生下來就會呼吸 為什麼打坐我們要學習呼吸 我們一個人年紀慢慢大了 我們呼吸的這個肺活量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本來如果出生的嬰兒呢 你看他他是從這個小腹這裡 開始在一膝一上一下 如果是年紀大一點的呢 慢慢的他會走到心窩這裡 慢慢可能到肺部這裡 這表示我們呼吸的量越來越短 如果一個老人呢 他開始快不行的時候 他的呼吸都很短 所以也代表我們呼吸的功能比較衰退了 那現在我們學習呼吸 也就是恢復到我們小時候那個呼吸方法 從呼吸之間呢 可以轉成這個習相 這是我們打坐的時候 一些比較專有的名詞 所謂習相 就是能夠細而長的一種呼吸方法 那這個你如果過了半年以後 你就會體會慢慢的進入這種習相的狀態 那在呼吸方法上面呢 我們還加了一個 用鼠吸法 在範文來講 經典上的範文來講叫做阿納班納 那 首詐法門 阿納班納熟悉法門 安納班納 可以講到初ых織 我们在注意初语入语的时候 就用试字来试 那这样可以增加我们呼吸 把它延长的这种目的 所以在初学的时候 这个呼吸方法 比你做的知识还要重要 所以今天各位在做的 你要学习这个打坐 就要把呼吸 尤其是佛教的特有功夫俗习法 要把它注意听 第三个部分 是我们初心的控制 我们一个人还没有进入 静止打坐之间 我们一个心乱七八糟的 然后你把身体静止下来 你才发觉我的心原来是乱七八糟啊 一下子想到这个 一下子想到那个 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初的心 控制下来 也许你会想 什么叫初的心 有初的心就有细的心啊 初的心就是 你很容易动念 不加速考的一个念头 永远都再起来 那细的呢 是久久它才冒出一个念头 所以你从吃的念 要把它慢慢修成细的心念 在一个打坐期间呢 你只冒了三个念头 而且冒出念头马上警觉 那这样的话 你的定力就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说打坐的 三个主要的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打坐的知识 第二个就是我们呼吸的方法 呼吸方法 我们用鼠息法来说明 第三个就是初心的控制 我们用鼠息法来说明